中佬三川四 回到你 今天第四場這一關有點特別 因為我又選了第四場 棠叔又覺得第四場特別有心水 所以我又靠棠叔這位偉大童子一起攪拌新意思 我們一起選了第四場 事後我錄完第四場 棠叔原來又喜歡第四場 大家夾過想一下 不如其中一個轉第二場 但既然兩個都這麼有信心 一於攪拌新意思 一號二號三號 三隻究竟我們為什麼會這樣選 一起聽聽 這次比較有信心 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這隻四場一的勝利之王 會是我這次唯一的選擇 上次走位虧了 用眼光輸了 我也有點失望 這次有多少信心 因為我都等了很久 我是在等它出 因為這隻 都算是在眼中走得光 走得很重要的一隻馬 有許不必知道我是誰 無謂令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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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罪又想考慮 看回四場一勝利之王 同場這次對手 都不少快放馬 包括有那隻聚風雲 加州威勝 都是放的 魅力聲光都會搶 多福 甚至那隻月球都是跟得很前 所以這場步速應該不慢 吃正這個快步速 其實挺適合勝利之王 這些後尚馬去追 八道追馬 我更加有信心 希望這次博內蘭 慳慳賣賣 四班在這裏 質素夠高 應該都夠贏 為何會說他質素高 這個故事大概要說回大前仗 這個394的一場場次 這裏 貴初兩度熱身 這是新馬來的 今季 熱身一千之後 轉路程跑到1200 初轉1200 第一場馬上有東西看 初身之熟不為苦 這隻馬下腳不慢 一跑到1200 平衡和節奏方面也做得很好 在當時的三班 對手這麼強 他依然可以保持到一個很好的走勢 輸少少 兩個多馬位 跑到第六 算不錯 落到四班 應該是挺有好處的 當日跑完 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厲害 輸兩個多馬位 來海榮 有些事情看看 但過了幾星期之後 看看這場他的陣上其他對手 嘩 我當場嚇一跳 鬼啊 他所有的對手 輸出幾乎都有好成績 威力崩勤 連連有型 穿甲驚 勇闖 閃電 在他前面的那扇馬 全部三班 再出 都已經是贏馬 輸給他勝利之王 後面的馬 都有不少交代 齊齊有福 正是剛剛星期三 跑完 第四 但那個第四 是跟頭三很接近的一個第四 另外 也有幾隻輸給他 也有名刺上的提升 勝利之王三班的對手 這麼強 他都可以輸兩個多馬位 落到四班 一定是夠跑有得的 所以這隻馬上前跑完這場 其他馬再出 出光了 他又沒有人這麼快報名 所以他再報這場 2月27 跑這個泥里的賽事 跑去報泥 因為馬匹走光的東西 你知我知 巴道知 蘇惟賢 連賣菜的阿婆都知道的時候 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再買了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贏了 誰輸呢 是甚麼呀 這件事都搞到現在這樣了 不搞下去 你只是說我 便是不力 辦事不力 所以蘇惟賢 跑去報場 泥底千二 因為 這場泥底千二 就擺明是無厘頭 試一試 你看到閃電再出 在這裡泥底 都照贏了 輕鬆了 所以你說他報這場 1200 當時你說 無端端拍得這麼好 跑去報泥底 你說他報泥底無厘頭 他就說你要照買 狗狗 你說我果然無厘頭 我就說你睡醒 傻狗狗 看甚麼 所以走光 怎樣再出田草千二 給你買呢 當然要先隔一隔沙 所以蘇惟賢 報這個千二泥底 是有道理的 更加印證了 他這隻馬是厲害 否則他繼續跑回 好了 上場回到田草千二 經歷完這場無厘頭的泥底 之後重新上路 可惜 這隻內蕩 靠追 走了一個北利路段 巴道 當日追 是沒有馬 在內蕩可以追上來的 但是 他追到 他跑到一個第四 輸了四分三馬位 最重要是甚麼 輸四分三馬位的第四 他那天跑完之後 竟然加了一分 今次60分 跑第四也可以加一分 你可想而知這場賽事須竟有多高 今次再對上 就是他上次 贏馬的對手 連連封勝 這場的二號 應該都可以先反先 因為形勢上都很有利 食證可能多馬放有快步速 一檔 巴道等等的條件 加上他的馬本身有質素 落到四班 再不贏等何時呢 你都不能再等 所以這隻馬應該是可以輕鬆取勝的 有意外 我覺得他都起碼三甲的 所以我這次是特別有信心的 所以介紹一號單Win 如果有賠率的可以買個Pay 如果沒有的 沒有水位的買個Win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唐叔 歡迎回來中路TV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立即訂閱我們中路TV 我們中路TV 接下來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相信你一定 除了賽馬以外的知識之外 你都會看到其他的娛樂享受 另外 最近我們都開了一個TG Group 如果大家想跟阿肥 騙sir 丹尼老師 和唐叔交流的話 立即進入TG Group 有其他優惠給大家 好 回來 4月16號 沙田的賽事 私家三跑道 將會進行沙田的混合賽事 躺水要推介的賽事 是四場四班千二 我們先看這場賽事的跑法 我們預計相當之快的步速 有幾隻馬都是搶著放頭的 預計這場賽事 背飛的馬匹會有幾隻 連連封勝 加州威勝 威慕湧區 加上三號聚風雲 都是會背飛的 那麼 唐叔第一隻要介紹的馬匹 就是二號連連封勝 為什麼要選這匹馬呢 我會發現這匹馬 近來的狀態是不斷地提升 都是那句 狀態提升是十分之重要的 在唐叔減買的邏輯上 這場賽事是他第三次出賽的 第一場出賽 我們會見到是2月16日 4月9場次 那時候由普形輝拆騎 我們會見到 由七檔出發之後 其實他出現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情況 斜跑 碰撞 包尾 但是我們會見到 這隻馬 縱使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之下 他都是跑回了23秒03的時間 證明這匹馬 雖然 不適合場地也好 不適合騎士也好 他後面的充勢零例 我都覺得 是要選回他的信心一票的 還有之前 在唐叔看過他的試集 都覺得這匹馬有一定的質素 所以 我在第一場的時候 初出 我已經有買他的 好不幸運 那時候還沒買到中 之後呢 由菊草轉到沙田 馬上發威 同一 裂風 天內驚天 都得難分難解 僅僅短頭贏 當時呢 何摘耀 刷騎 都跑得很好 加上黃金一蘭 證明這匹馬 是有一個進步 在這裏 所以 唐叔呢 計馬的狀態來說 是想選擇一隻二號 連連豐盛 再說另一個部署 就是 姚本輝 何摘耀在前排低潮的時候 沒什麼好東西給他選 但是 姚本輝呢 都是默默地支持何摘耀的 你會見到 對上兩次合作呢 都是跑WIN 證明呢 姚本輝呢 是有些偏心也好 怎樣也好 都是支持何摘耀的 而何摘耀的頭頭抱你 選了一個好馬給他 那如果 這隻連連豐盛 質素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你何摘耀再跑不到什麼成績的話 這匹馬呢 潘頓下次又拿的 雷神下次又拿的 那你 你猜一下你了 見一匹這麼好的馬 何摘耀不把握的話 那你就會凍過水的了 再看看 其實呢 他那個試襲呢 他都不差的 他都是做得出他自己的前置的跑法 所以呢 如果 今次要深水的 唐叔第一隻要推介這隻 2號連連豐盛 好 其次呢 唐叔要介紹的 3號最封雲 嘩 唐叔你介紹些熱門 這次沒有辦法 這場賽事呢 是有偏熱的 我自己會覺得 你加上加上加州威星 和威武勇俱都可以的 對 但是呢 對比3隻馬 3隻馬 我自己呢 我會選一隻 最封雲 為什麼會選這匹馬呢 這匹馬呢 上場其實 初出馬呢 不算跑得好的 理論上 雖然他贏了 但是呢 他中間呢 可能 一開賽的時候 可能不太適應 又或者是有些 搶口 暗手啦 奇難集政 什麼都有 所以呢 但是 他排過11檔出發 他都能夠帶錢 都能夠 這個 贏馬呢 加上他又落飛 證明呢 幕後 又或者一些大老闆 對於這隻馬呢 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唯一一個 少少能夠挑剔的地方呢 就是這匹馬上場的對手呢 是 差點的 是的 差點的 喜認知於心 和中華歪歪 對於四班來說呢 實力呢 不算是太過出色的 如果大家 斬著楊明倫 和斬著上場的 戰績呢 不作準的話呢 不知道呢 今次的分頭呢 有機會呢 可以駁到一個 比較好的分頭的 所以呢 唐叔呢 都是選一隻 三號罪功能 加上 喂大哥 楊明倫哦 你看到楊明倫 和這個 丁冠濠合作 輸了45千 雖然他都拿過五個win 但是 喂 如果你上場 拿了個win的馬 這麼有質素的馬 如果你今次 你又不把握的 你楊明倫 你都沒有馬騎了 再說 說真的 你那天楊明倫騎的馬 又哪隻 又跑得好成績呢 真是可能 只有罪風雲的 黑狗燒賣 也有少少機會 不過都是罪風雲的 所以 以鬥心也好 又或者我們編號本地騎士也好 今場唐叔呢 全選 2號 連連封城 3號罪風雲 是這麼多 下次再見 多謝 好 大家復活節快樂 第七場由阿斐昇華導航 給大家提示 螢光幕看到了 1.30 就是今天阿斐昇華導航的深水推介 1號 黃色的 神速奔馳 不用看的了 進去的正式 1.1.2 近期正式 說真的 跑一千米路程的話 真是做假情況下 也很難說 會跑個包咪 所以 1號的神速奔馳 肯定要硬了 所以黃色了它 不說太多 直接說主題 為什麽第七場呢 很簡單 今天8號 顏色大師 退出了 俗語說 小隻香爐 小隻鬼 跑小隻馬 機率率就增加了 為什麽說增加了 很簡單 今天阿斐 依然會支持 蔡若韓馬房 為什麽呢 一個字 搭馬 不得得到不得到不得到 這隻招 你好好招嗎 好招我 好招我 不得到不得到 出來走廣 你 說單位 怎樣突馬法 去騎連這裡 去連馬師 第七場 大家看不見到 蔡若韓馬房的話 有3號 9號 10號 11隻馬 推出了一隻8號 顏色大師之後 出了十隻馬 十隻馬 有三隻馬 一個馬房 動不得馬 加上 那天 4月16日 沙田 沙田 C加三 閘路雙逢 不是俠路 閘路雙逢 C加三 窄到最窄 十隻馬 中 三隻馬 自己的馬房 怎麽樣都可以造就一兩隻馬 跑出來 對不對 所以 今天阿斐的第七場 肯定 會選了蔡若韓的馬 大家看見 3號的平海寬星 10號的奇寶 都是採躍漢馬房的 至於9號的電源之區 包括騎 真的 看回數據 雖然採躍漢馬房 這次他們進來跑 我當他這隻就是爛頭卓 來當一當馬 只要是爛馬 救我 有條人在上 他搗了我 不要再去 我不上不下去 你老闆 你 按中間 因為看成績 被雷神 或者是被 波建士去刷騎 都是沒什麽成績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是爛頭卓 來的 進來跑 他有他作用 死得死得非常好的價值 為什麽 拿來擋馬 所以我灰了他就不選 至於奇寶 很簡單 既然上一次阿斐出指示 只要上一局 填太安刷奇緣轉了 雷神肯定會入前三甲 就見到 真的入了他第一名 加上 我也說過 蔡若翰找雷神騎 除非騎到他跑第四名 沒有名次之後才不用 基於這個道理 阿斐這場 依然是會撐雷神入三甲 所以 10號的奇寶 上次有13倍 都幾好分的 每個位置都好 所以我會加上奇寶 拼他跑過1,2,3名 第一名的話 看看他有沒有運 其他兄弟幫他 真的擋住 神速奔馳 由於名字 神速奔馳 所以 10號奇寶 我會選擇 至於為何我會加上平海寬星呢 雖然上一個 賽日 不是賽日 上一個試集 不用看了 影片就不給大家看了 一開閘就跪低了一隻馬 整個騎士都掉下去 拉落一點 雖然3號平海寬星 沒什麼了道 看看 蔡若翰之前 比何妍 拆騎 為主 成績 可想完之 一般 看看 這個賽日 就是725 場次 一隻馬 還有 606 649 其實這隻馬 是快捕速的馬 一開閘那一刻 都直接衝到前方 快捕速馬 來看一看 那天跑第五 因為1200米 星星穿衣服 就是平海寬星 看看這條影片 看看視頻 基本上 11檔 這隻 紅色頂帽 這隻就是平海寬星 灰色馬 一開閘看到 因為11檔 它怎樣都要埋藍 才可以佔有位置 去到12秒15秒 基本上這隻馬 真的快捕速馬 一來已經飆到前方 所以 平海寬星 這次跑1000米路程 加上 有兩隻馬 都是翠若翰馬 防替它頂一頂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 給它有利 去快放多一點點 然後 說真的那句 其他馬快 那隻神速奔馳 是厲害的 問題有三隻馬 同一時間翠若翰 頂一頂後面的馬 那幫它 最有位置 都應該是正正常常 對不對 轉彎位 大家看到 還是領先水平 這次跑1000米 其實去到這裏 看到嗎 我當你和這隻 9號的 對比 去到這裏 200米 拍到幾下 我給多一點 給100米也好嗎 他跑第三 雖然跑1200米 它真的不行 後面是不夠力的 100米後面爆在身 那一刻 都拿三甲 有機會的 所以阿肥呢 就不太武斷 先看多一集 好了 看完那個725 不要緊 看完686 賀然拆棋 也是 上年的事 5月份的事 但是 知不知道對手是誰 對手是以戰養戰 和戰紅3000 跑什麼 成績是1分0915 跑什麼 跑1200米路程 然後呢 就拿了第一 直接看片 走檔 一出閘 看到嗎 一出閘 立即飆出來 這就是平海歡聲 前面那幾隻 三隻馬 同一時間 大家都是非常利放的 剛剛10秒 你看到嗎 越跑越快 基本上這隻馬 我覺得 如果這次跑1000米 是真的 一開閘 有其他兄弟幫忙 真的大利放 是非常好的 看完後面一點 200米那一下 哪多幾下 越跑越厲害 真的 這樣 贏了戰紅3000 贏了二戰養戰 那就很奇怪了 因為我覺得 蔡宇漢 之前就比 賀然拆棋 成績 一般般 但這隻馬 跑1000米 突然1200米 轉回1000米 這次是 比賽 阿斐之前說過 當日 莫雷拉 翠漢馬房 莫雷拉 去馬 情況下 應該都會去馬 加上這次 說大家好 兄弟 上都山路 好兄弟 真的很兄弟 看著我 靠你 合緊交杯 大家同一時間 都是跑這個場次 所以 阿斐3號的平海歡聲 都會減進來 加上 看完這個 拿更加抵薄 所以 基於這次 我看好 蔡若漢馬房 拿兩隻 蔡若漢馬房 拖一隻 一號的神速賓士 1000米六層的 私家三難 就這樣 買個 維持Q 就算數 另外 就是今天基於 丹尼老師 就是缺席了的 我就直接 買了 一隻過關 就是二川三 買了有 軒sir 和唐叔 123 這幾隻馬 他們買是QQP的 二川三的票 因為今天有賠率 直接買了票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明天 復活節 多贏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 點贊我們的頻道 以及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 建設性留言 多謝大家 多贏 拜拜 跟著 有 贏 贏 感谢观看